你能不能够等导师皆运 那是你的抉择 但是你有没有因此 而攀到一个好园 而让你的 圣凡皆如意 今生即来世 圣真实实 这就很重要了 这就不是简单一句话讲过去 那既然如此 怎么可以儿戏 不能儿戏了 所以我现在讲 我们不是说是自身要有优越感 但是你要至少 你要修到一种感受的一种安定感 对不对 你不用唱王师说到处找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吉人自有天下 为什么 如果世事都是定数 有数的字 这个字 数 数学的数 代表着这个 只要有数字的东西 它应该是有方程式 它应该是有对应的 什么东西 那既然它是定数 那它应该有个定什么 所以最后才有一个定数 所以你今天 你的能量 满足到哪一个境界 是每个人的抉择 你的修炼 但在这个修炼中 它不是修假的 它是修真的 就在你的红尘里 秀出来这个点 你说 儿女成器 对吧 事业昌盛 或者是身体健康 与否 多与少 这是力度大与小 以及时间长与短而已 Work不Work Work 那你还什么好玩意 实证 证什么 证这些事实 证你的收获 因为你没有实证 你会动摇你的道学 一定的 而且要随时实证 怎么那么多实证 随时实证 你的这个境界 就会稳如磐石 好的境 稳如磐石 我刚不是说吗 你的法器充满 它是会滋润你 滋润成什么好事 每个人不一样 不知道 但总是好事 所以看到你的时候 就气痒痒 对于师傅 我刚刚问你说 看隔壁学院 有没有 看起来都是可爱 对不对 没有摘可笑都可爱了 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你今天遇到的人 事物 都是定数 而这个定数 你也不用说这么样 趁毛求迟 说去研究的定数 不必 你只要有好的音铺 奥铺交给天地 对不对 你轻松一点 那这个的后面 碎碎又年年 这就是你的财富 而你的财富 不是只有钱而已 财富只有钱 那是可怜啊 我讲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你说一讲财富就是讲到钱 不是 出钱 你说讲财富没有钱 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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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否知